今天上半年吉利的星月L靠着超高的性价比收拾了不少的SUV 最后的最后还是把自己给收拾了 以前那个溜背星月谁爱看啊 所以赶紧升个机 星月S 因为这是一个主打运动的车情 所以即使外观没有太大的变化 很多地方颜色也做了一些运动化的改变 比如说逊黑逊黑 然后两边有一个像磨砖一样的黄不黄绿不绿的三个装饰条 注意好这个颜色啊 这是这辆车的主色调 一会儿它会在很多地方出现 侧群上有一个装饰条啊 这写着CMA 这是它的出生证啊 代表它是从CMA超级架构来的 那上面这条大腰线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条大腰线把这辆车称的特别的挺搭 特别的大气 星月S 黑色的尾标啊 这有个逊黑的四处排气 四处排气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没办法 人是运动挺SUV嘛 且对得起它这个身份了 这小尾灯多好看 我就不赞成 把所有车把尾灯都连到一起 不能所有车只有一个样子是吧 还有尾部上方这个小压尾 其实这个尾部我是能接受的 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那个黄不黄绿不绿颜色 仍然是我们在内饰上的主题啊 比如说座椅的缝线 方向盘的缝线 然后还有中控慢面板上这些装饰啊 包括安全带都采用了这个颜色一直贯穿到底 还有点火箭这儿 还有空调这儿啊 我们说国产车内饰好 这个真的是不用怀疑的 就是它只有更好和更更好 那这辆车在用料上也是非常非常良心的 比如说它用了一些皮质的包袱 CMA的这个尾标也是非常显眼的 那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就是这个麂皮 真的这个对车辆内饰质感的提升太大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它的智能这一部分啊 它是一个面朝驾驶者的一个中控平台 它比那些纯屏的是好在那 是太阳晒过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不光会让你看不清屏幕 还会在你开车的时候 晃你一眼造成危险 所以呢这个车你看在这儿是有遮挡的 也有一个隔条在这儿遮挡 然后把阳光隔绝在外面 是这个屏幕永远都是清洗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在它的后排 就是它所有的座椅上 包括前面啊都是有这个突突的 甭管它坐垫是不是真的长了 它想告诉你 起码我注意到这个事 我心里是有坐垫长度这个事的啊 不过它腿部空间的 这个支撑确实还不错 那空间也是还OK的 前面是我开过的位置啊 差不多有三拳半甚至到四拳的距离了 假如你前面有一个嚣张无度的副驾 你还能保持到一拳半的退步空间 这儿呢还有一个Type-C跟一个USB的接口 我觉得它又运动 然后又能照顾到你这些日常的驾驶需求 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年轻人的SUV了 新鱼SU有两个动力版本 一个是匹配爱信8AT的高拱 还有一个是匹配7DCT的低拱 那我们手里现在的这一台 就是一个低拱版的双离合版本 按说啊 双离合你开起来是要有顿挫的 然后高速换挡快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这个车啊 我感觉它不光换挡快 但是我是没感觉到顿挫 可能我开这辆车只有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 我现在对它的感觉 感觉我在开一个电车 只不过电车那种感觉是 你一踩电门就会出去 那它是 那么一下推出去的一个顺滑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吉利调双离合的功力 真的是炉火存星 真的是让人有点难以相信吧 一辆车好不好开 给你最直接的感光感受就是方向 这辆车呢 它的方向是有很准很准 而且是很重的一个手感 它用了一个高性能的一个转向 即使是我这样轻轻动的话 车头都很明显的这么一个跟随 这个叫蝎子弯啊 是吉利给自己出的一道提 它其实是一个包含了直到绕装 急弯的这么一条赛道 新闻S这辆车 线性底盘是路特斯调教的 但是我们在日常驾驶中是试不出来的 所以到这种极限的这种工况下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刹车 还有出弯的速度 车身姿态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去试一下 那么一个大车在赛道里头 你前面一打方向 车头动后面就跟得很紧的 真的挺不错的 刹车什么的软一点都有一些家用化的调教 有一点很爽就是它的那个声浪啊 它的声浪是可以开关的 然后在出弯或者是在大直到的时候 加速给你特别特别多的信心 就那个东西 它是一个心理作用 心理安慰 我觉得心理瓶马力加五品 心理S呢 看着好像没有心理L和心理那么大的空间 那么夸张的性价比 那为什么吉利还是要把它跟其他两辆车同等的高端的位置上呢 我觉得你去赛车店找一辆这个车 然后踩脚油门试一下 打一打方向盘 你当时就明白过来了 这辆车精髓 全是在驾驶上 真的这辆车特别的好开 就是突然有一天 一个国产车能让你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国产车真的是有一个质的变化了 真的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 所以呢 对驾驶有需求的朋友 然后对空间也有一定需求的朋友 可以考虑考虑这辆车 真的非常非常好开 然后空间也不够你用 可以吗 兄弟们 出发